消防弟兄能夠奮不顧身的去 我覺得真的非常感動 基隆特收隊支援花蓮震災 完成84小時的救災艱難任務 議員呂美玲特別前往消防局 慰勞特收隊員的辛勞 我們看到了金融市長 馬上動員到我們消防局 能夠去救災 憑著大家都是一家人 而且都是同胞的這樣的心態 馬上去救援 我們就感覺到非常的感動 那他們經過了大概85個小時的救災才回來 我們就感覺非常的心 感覺他們很辛苦 但是呢他們還不以為意 他們還認為說 這是他們應該做的 我們就很感動 雖然14名的特收隊員 大都還在輪修中 帶隊官王軍維 過去也支援台南地震 台鐵普悠瑪事件等 國內重大災害 一談到支援花蓮救災 在同袍一起合作下 順利完成艱難任務 現場的餘症是一直都 大概算沒有間斷過的 幾個小時 其實那個餘症都還很大 一天24小時裡面 其實他半夜 然後還有下午時間 其實都 餘症一直都有 對 那另外有一個比較 我比較擔心就是 沙喇喇步道那邊 其實他 那邊總共大概有兩岸有 總共有六名 受困者 對 然後 到那邊 其實他現場給我們資訊是上面 他還有一個那個 還有岩色湖 對 岩色湖其實 他其實 雨癒症不斷 然後 其實也很擔心說 他有可能就是會崩塌 然後再加上後來 到4月5號下午 其實又開始下雨 對 那一部分其實是 比較擔心的 花蓮發生大地震 激動特收隊展現專業技能 及強大的心理素質 隊員穿梭在落實可能的危險 投入救災工作 市議員呂美玲 和民眾黨中山區主任呂陳佑 特別自證加菜金 和兩大箱水果 感謝特收隊員冒險救人 那特別來自證加菜金跟蘋果 然後代表我們身為老百姓的一點心意 那為什麼水果選擇蘋果 就是因為代表平平安安 我們希望所有的消防弟兄 在救災救難的這個過程當中 自己也能夠平平安安 所以因此我們就自證蘋果這樣子 那我們也希望在未來的時候 只要有用到我們基隆市消防弟兄的時候 我們都能夠去協助救援 因為大家都是一家人 同島這個叫做同島一命 所以希望也藉由這個的話 能夠把大家更團結起來 這一次的基隆市消防局 能夠在第一個時間內就出發的話 表示他們的平常的訓練 就非常的扎實跟辛苦 那在台灣民眾黨這邊 也極力的在為消防弟兄們爭取 他們不管是他們的安全 或者是在設備上面的提升 都是我們基隆市 都是我們基隆黨部這邊 需要來一起努力的地方 那也是我們民眾黨最主要的一個 在近期最主要做的一個規劃 對於特殊隊平常訓練精實 能夠支援化鈴救災 消防局長尤嘉宜說 每位救災同仁的心理素質更是令人敬佩 我們基隆的收救隊員 還有消防同仁其實都是非常的優秀 那平時訓練也都非常的扎實 那當然我們這一批收救隊員 之前也曾經支援過台南的地震 花蓮的地震 還有普悠瑪號 甚至復興空難 其實他們都曾經支援過 那這一次我們特別請他們到花蓮去支援 那我相信他們除了能夠協助花蓮救助部分的民眾之外 也能夠學習到一些收救技術 那當然市長對這一塊是非常的重視 未來他也有要計劃跟我們的收救隊員做一個座談 然後看看從中能不能讓我們的收救隊員能夠再更精進 包括裝備器材訓練等等 花蓮發生大地震 臨近金融市消防局30分鐘內完成集結動員 圓滿完成任務 記者黃少民金融報導